逛早市和逛夜市的人群完全不是一群人呐 我们每天都在早市上逛 一看那都是老头老太太 到了这夜市一转 二十多岁的都在这呢 我们这个夜市跟前吧 有个黑大 大雪 所以这块的话 年轻人比较多 这也是刚刚夜市开了没两天 开的一块熟视这个棚子呢 现在人们已经按耐不住了 一冬天都没捞着逛夜市了 整体给我的感觉呢 转了一圈 烤腰子的五六份 这个项目肯定是废了 那个干的太多了 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锅包肉 其实说东北菜里头 能够在全国流行的开的 好像就锅包肉这一类的 因为像那个东北大炖菜的话 到南方是吃不开的 但是锅包肉吃开了 这是东北菜啊 生肉直接放在这个 那个水淀粉里面 那个湿淀粉啊 它就是不出水的一种淀粉 一定是用的土豆粉啊 然后把肉斩平炉出来 下到锅里头 非常火的 想买还得等一会儿下一锅了 两倍 哎 行行行 看不看着啊 在这块买的话 你交了钱翻几个牌 转一圈回来再拿 想不上号啊 我知道为啥这家子有这么一个保鲜膜了 我说这其他地方排队都紧贴着摊 为啥这家子怎么离这么远 它崩啊 刚才那是炸第一遍 这倒过去了 不炸第二遍 这一遍就上三了 看看前面 这都是排队等着的 这是准备开始炒了 密质糖醋汁 这不是吧 这一锅想要全炒一下呀 汤汁已经开了 锅包肉区那块沥油了 来了点胡萝卜丝 真是一下子全下锅呀 这番勺我都闻着醋味的 大的这个盘子里边 然后开始分合 看看前面排队的人 这一锅能出酒盒看上去 上看看 这前面排队就这么多人就分9盒 你认为你能够吗 好多人是领完票都走了 回来再搅 转一圈再说 又开始干 这一天的话 这小伙子也累够呛了 虽然说什么大金链的小手表 一天三顿小烧烤 这形成东北人呀 但是说实话 在这个地方你要是吃一顿烧烤 两三个人的话 也得一百大多吧 不行啊 消费能力有限 咱还是弄个别的吧 我去研究研究那烤鸡脖子 消费能力有限 但是就这一条 这个菜味到前面 我还是能买两串的啊 烤了烤面筋 烤鱼豆腐 但是这个时间的话 我估计你要想排过去 排到头上的话 没有个半个小时你排不上啊 就这个叶盛上这个鸡脖子 这个是我小学同学他开的 从他开始做那天起 我就知道 他是第一个用锤子把骨头砸碎了 然后做的 然后呢 后来他实在砸了两年之后 砸不动了 然后他研究了一个机器 然后碾压 碾压 把骨头碾压碎了 这个口感也还挺好的 这次我居然没看见他 换了个人 我喜欢去排这个面筋了 这个是我能消费得起的 一块两块的 这个面筋终于给我烤出来了 来给我拿一下 我拽一个面筋出来 不是我拿到 对 看看这面筋 这家排队排了得有半个小时 这个面筋很好的 整体感觉 打八成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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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